国盟举办的916拯救马来西亚如常进行 现场集会者情绪高昂 根据记者的观察 这些支持者身穿白衣 上面印有拯救马来西亚的字样 一些人手持国旗 一些商家也在清征寺外摆摊 售卖印有国旗的围巾和小旗帜 吸引民众停下来购买 随后主持人在台上进行演讲 同时与民众高喊口号 据了解 支持者将以龙市甘榜巴鲁清征寺为起点 接着步行到金马警察总部报案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阿拉乌丁 再次敦促民众不要参加这次集会 他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 呼吁民众不要出席此次集会 并遵守警方的指示 他表示警方已经准备好足够的警力 并在集会地点周围采取预防犯罪行动 阿拉乌丁指出 警方不会关闭任何道路 但将在集会周围采取预防犯罪行动 交通调查和执法部门的官员 也将参与安全监控 以确保维持现场秩序 民政党有意招揽 民主联合阵线目打加入国盟阵营 并计划在国盟最高理事会会议上 提出相关提案 民政党主席刘华才表示 他们相信目打与国盟保持一致原则 而对方的参与将进一步巩固 该反对党的立场和意识形态 即一个有诚信且反对腐败的联盟 他明确表示 目前尚未就此事 与目打进行正式讨论 然而 所有这些都需要 国盟最高理事会的讨论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会议上 提出这个提案 即在彭亨白朗 挨州一席的补选提名日之前 刘华才表示 赛沙迪无需理会一些人 要求他辞去国会议员职务的要求 因为应该辞职的是团结政府的部长 而不是他 政府过去坚持反腐败立场 但如今却与腐败者一起 更令人失望的是 安华领导的政府 却任命阿莫扎西为副首相 过去他们说要反对巫统 但现在可以一起工作 刘华才是今天趁着大马日 在新港巴沙向公众分发国企后 像记者这样表示 此外 刘华才在当地的一间咖啡店 召开记者会时 发生一场小插曲 该咖啡店负责人 以他坐太久 使其他顾客没有地方作为理由 把他驱逐 结果 刘华才只好被逼在咖啡店外 继续举行记者会 有关咖啡店负责人 相信是不满刘华才 在该店举行记者会 财下逐客令 记者在刘华才被驱逐前 也提醒他记得付钱 竞选盟敦促不成 和总检察长阿末特里鲁丁 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 重新提控副首相阿末扎西 否则将呼吁人民 再次走上街头抗议 竞选盟强调 总检察署必须确保 阿末扎西的 外国签证系统案的上诉 不会因技术原因 而轻易被驳回 这一呼吁也包括了一系列案件 其中包括涉及政治人物 如前首相纳吉 目前正在审理中的案件 以及尚未决定的案件 包括他的妻子罗斯玛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和赛沙迪的案件等 在马来西亚60岁国庆之际 竞选盟呼吁 所有政党和国会代表们 以常识和尊严 来捍卫国家的独立 法治和连结政府 他们再次敦促各政党 达成跨党派和平协议 以防止团结政府内的 合作伙伴进行政治勒索 他们认为 检方未能在最后限期前 对纳吉和前首席执行员 阿鲁尔·甘达邀MDB 击查报告篡改案提出上诉 导致他们被宣告无罪 需要进行调查 并对总检察署官员的失职行为 做出应有的惩罚 竞选盟警告说 如果纳吉因去年下台而入狱 但在政党重新掌权后诱惑是 将严重损害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心 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他们强调 任何罪犯只需赢得下次大选 并更换总检察长 就能逃脱惩罚 这将使清白与否取决于权力 选举替代了法庭正义的决定 这将成为国际建民和经济殖民化的主要目标 竞选盟坚信 在这样一个马来西亚 正义应该是公平的 纳吉必须因SRC案件而继续入狱 并接受其他案件的公平审判 如果这一红线被突破 人民必须准备好站出来 走上街头 捍卫国家的权益 马清总团长王小婷表示 首相安华和经济部长拉斐斯的承认消费税GST 是最好的税收制度 证明了西蒙政府曾因攻击政敌而对人民说谎 抹黑消费税和国阵 甚至在西蒙首次执政时 错误地废除消费税 导致国家经济陷入深渊 他发表声明指出 如今 时间为当初推行消费税的国阵政府洗刷了污名 然而 西蒙和行动党领袖 当然会再次以为了大局而拒绝道歉 拒绝认错 王小婷披露 由于西蒙政府当年的自私与恶毒行为 我国错失了五年巩固国家经济基础的时间 他指出 无论是否道歉 现在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他相信人民的眼睛是明亮的 人民会分辨谁曾撒谎 谁曾说谎 谁曾欺骗 谁曾为了私利而不惜牺牲人民与国家的未来 将对错混淆 王小婷希望沉默的大多数和年轻一代 会记住所发生的一切 认清虚伪政客的真实面目 他说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受到这些肮脏政治手法的影响 我们坚信 真相最终会战胜诽谤和抹黑 此外 经济部长拉菲兹也提到政府对重启消费税持开放态度 将其视为扩大税收基础的策略之一 以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王小婷强调 这是安华和西蒙首次承认消费税 是更有效的税制 因为西蒙在2018年初次上台时 废除了消费税 改为实行销售与服务税 SST 他指出 这是西蒙当时的竞选宣言之一 而西蒙对消费税进行了严重的污蔑和抹黑 王小婷还提到 行动党的一些领袖 在全国各地演唱了ABCD GST的改编版本 甚至进入校园 对人民进行洗脑 将GST描绘成妖魔鬼怪 洪水猛兽 他表示 马华曾一再解释消费税的好处 同时积极通过各种途径传达真相 包括指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实施GST 经济学家也支持GST 但都没有成功